位置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放在ListerView的这个连结之后 或者是说视线之后都可以 那比如说我做了三个变更 一个是FilterAble等于True 那第二个是背景颜色 这个比较简单 这背景颜色现在是绿色没问题 那第三个是跳出Alern Download 这个我想各位自行在玩 就是Set Title Set Message 那Set Message是从哪边呢 你选取的那一个资料 带过来的 然后Set一个什么Posted Button就好了 对不对 当我按一下确定其实可以 Nothing啦 什么事都不要做也可以啦 就跳回去而已啊 或者是自己再想想看 可以可以 那这里的话特别注意 那你会想说这个FilterAble 这到底能做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要找 找B开头的 其实你按一下键盘的B 有没有发现它会跳到B 跳到C 然后Back 然后C 就跳到C了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功能 有点 不实用啊 为什么 手机上拿到键盘 对不对 所以你还要多一个按钮 让它跳出键盘功能 才有办法做筛选 要不然就在上方多一个什么呢 Ad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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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输入之后有没有 它再去search 才有办法 不然的话你说 哪一个手机上 有啦 有些手机上有键盘的 就是早期好像有几款 不过并不多啦 那个就可以 但是这个功能的话 有这个功能 所以你们可以想想看 将来如果说要大家可以搜寻的话 可以用筛选筛选的方法可以做 另外还有什么呢 预设的 各位部长 有没有特别注意啊 其实我们刚刚 我把它Back出去啊 其实Back之后 那回到 回到我们刚刚的 这个Sample 那基本上 它会跳到哪里呢 它会跳到 你会发现 它的笔数是在哪里呢 第五十笔 有没有看到滚轮的位置 也就是跳到哪里呢 因为我全名解好像没有全部放 我只有放一把一笔左右 然后放上来的话 位置刚好在中间 所以这个地方 Default 词如果你没有给它的话 这个没有给它的话 它是会从第一笔开始放哦 它不会放在第五十笔 所以这个是一个 算是一个细心的地方啦 如果你刚好 要让人家刚好再放在中间的话 那你可以这样放 OK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 会有这三个属性 这个是List View里面的 比较重要的属性 OK好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全民音简的这个范例 画面下 还给各位一下 List View 2 的一个变化题 那里面主要就是说 可以Filter Able等于True 然后背景把它改成绿色的 另外预设的话 可以给它50 那这部分我想各位再试试看 这部分我想各位再试试看哦